再见了,路虎,拥有75年历史的路虎即将到达终点,以后再也看不到路虎这个品牌了 近日,捷豹路虎宣布将会把整个公司的名称直接改成缩写 JLR将捷豹路虎拆分成四大核心品牌 卫士、缆胜、发现以及捷豹,打个比方 卫士将单起越野的大旗,之后会继续衍生出Defender Sport等车型 竞争仰望U8、奔驰大巨等车型 捍卫路虎在硬拍越野方面的地位,而发现将会专注于功能性的代表 缆胜则继续主打高端豪华越野,竞争超豪华品牌车型 并且预计在2025年会发布首款纯电缆胜 捷豹会作为电动保时捷的竞争对手 在产品规划上,捷豹未来将推出三款全新的电动车 以后几个品牌将会与特斯拉一样采用直营销售模式 重塑后的品牌将会以更大规模的方式进入市场竞争 这样的好处就是把低端车型与高端车型做了一个划分 以缆胜和卫视为首的高端车型混得是风生水起 车型常年供不应求 这次品牌重塑后也必然会弱化低端车型 高端车型的游戏